今天大家都怀着喜乐感恩的心 来参加台北教会的新春特别聚会 今天早上小弟正道的题目是新春的祝福 我们华人的农历年是很有意思的年 它结合了神所创造的两个天体 一个是太阳 一个是月亮 在最早的所谓的阴历只用月亮来做定岁月 因为月亮每29.5天绕着地球一周 所以我们看到月亮的圆缺定出了月份 但是每一年29.5天 12个月才354天 但是我们又看到神所创造的天体 太阳 地球绕着太阳旋转 一周要365.25天 所以如果只看月亮 虽然很清楚 越圆越缺就知道一个月过去了 但是当我们看太阳的时候 以及气候的变化又不对了 今年的如果只有阴历的话 今年的过年一月份可能在冬天 但是16年后 他的过年可能在夏天 感谢主 法人在定给做农的人用的农历的时候 综合了这样的一个月历 让月亮跟太阳的循环都照顾到了 所以定每个月用月亮 但是一年有24个节气 用太阳 来让坐楼的人 可以依据太阳的循环 冷热的温差 气候的变化 把农事做到最好 这就是农历 所以农历的新年 又叫新春 是因为农历的新年 一定在春天 也就是农历的春年 一定在24个节气的立春的前后 去年是1月25号 今年因为去年有任月 所以今年是2月12号 立春是2月4号 永远在这当中 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 所以农历年的新年 永远在春天的开始 因此像现在我们有六七天的假期 我们就称这个假期为春节 因为是新春的节日 圣经说 神创造的时候 在创世纪的第一章14节 说神说天上有光体 可以分作业 做记号 定节令 日子连岁 并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是就这样成了 神创造的伟大 人居住在地球 神让我们来管理这个大地 虽然人犯罪了 但是 神的创造 成为人的一生当中 永远在这当中的 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 特别在 所定的 这个华人的农历的时候 永远在春天 在这个新春的季节 就有了万象更新 从春天开始 旧的去了 新的来了 旧月孤干 但是新月就要 这个发出 而且是新的一年 不管过去一年如何 在新的一年 总是一个新的开始 又在一个新兴向荣的日子 来开始 所以春节 或者新春的时候 今天是正月一号 就是使用荣历的人 作为团圆 感恩 跟祝福的节日 我记得小时候 妈妈总是交代 在过年的时候 要讲好话 要讲祝福人的话 平常 这个 一些 出口不逊的话 妈妈就交代 在过年的期间 不要说 这个当然是 华人一般的习俗 这当中 也是圣经的教训 圣经说 我们 要说祝福的话 特别在这个 象征的万象更新 而且 一切从头开始 有一个新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讲 祝福的话 祝福是什么意思 祝福 就是求神 赐福的意思 我们说 我们祝福一个人 不是说 我能够给你什么 人 不能够给 任何人什么 特别是 有关于福气 所以即使是 中国人 台湾人 没有信主的人 他们讲祝福的话 当中的意思 也是 求上天 能够 让你蒙福的意思 所以我们讲 祝福的话 就是我们 替对方 来 祈求 救外邦人 他们的上天 我们所敬拜的神 能够赐福 给对方的意思 也就是 祈愿 对方 门府 我们来看 圣经是怎样子 教导我们 我们看 民宿记第六章 民宿记第六章的 二十三节 民宿记第六章的 二十三节 第六章 二十三节 我们看二十二节好了 耶和华 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 和他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 为以色列人 祝福 说 愿耶和华主 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主 使他的脸 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主 向你 仰脸 赐你平安 他们 这个他们指的就是 亚伦 和他的儿子 要如此奉我的名 为以色列人 祝福 我也要 赐福 给他们 神 神 交代摩西 告诉亚伦 跟他的儿子 要 祝福 以色列人 求神 能够赐恩给他们 他说你们这样子 祝福的话 神也要祝福 这些 祝福人的人 所以 我们讲 祝福 一定是说 祈愿神 能够 让对方 门福 所以 如果是神的话 我们讲的是 四下福气 人 才讲祝福 人 祝福 因为人没有办法 给对方福气 是祝福 是祝愿 神给对方福气 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 如果是神 发动的 一定说 神是福 人 讲的是祝福 只有一个地方 大家会有一点 有一点 这个 模糊 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还讲说 我祝福你们 当时耶稣是以 人的样式 神的 儿子的身份 所以他讲祝福 所以我们不能讲 神祝福你 神是祝福器给我们 但是人要祝福对方 能够蒙神赏识福气 今天在这个新春的季节 一年的开始 小弟要用诗篇的几段 祝福的话 成为我们彼此之间的祝福 不是小弟祝福大家 小弟当然祝福大家 是我们彼此 可以这样子祝福 因为祝福就是 人 取悦 对方 能够 门神 祝福 神是 第一 祝福 我们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 在新的一年 有平安喜乐 能够靠主 欢心 我们来看一段诗篇 诗篇第五篇 诗篇第五篇 的十一节 诗篇第五篇 的十一节 这一段 诗篇第五篇 是大卫的诗 是当大卫 他的儿子 压沙龙 反叛他 他非常的烦恼 但是在这个期间 大卫做了很多诗 这个诗 有祈求 有感谢 他在第五章的十一节 说 凡佛靠你的 愿 他们喜乐 时常欢呼 因为你 护辟 他们 又愿那爱你名的人 多靠你欢心 因为你必赐福 与义人 耶和华 你必用恩惠 如同盾牌 四面 护卫他 这一段经文是 大卫 他祝福 那些愿意 投靠主 倚靠主 的人 能够 有平安 有喜乐 那些 信神的人 真正 这个 他这里说的 就是 爱你的名 就是爱神的名 的人 投靠主的人 能够得到 主的护辟 主的保佑 能够得到平安 而且 他说 不只是平安 不只是 神照顾 他们 这些人 也都能够 真正的 从 内心 发出 喜悦的心 也就是说 他说 靠主 欢心 就是 祝福这些 投靠主的人 你 你愿意 托靠主 我祝福你 神 赐福给你 让你能够得到平安 而且 得到 喜乐 我们今天 也愿意 我们彼此 都这样子 祝福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之间 从神 那个地方 得到福气 大家 在新的一年 有平安 有喜乐 一年下来 或许在这个苦难的 这个世代 在苦难的世界里头 我们依然要面对 生老病死 我们有 弱体的病痛 我们有心灵上的忧伤 各方面 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 投靠主的人不一样 投靠主的人 主我们祝福他 主保护他 保护我们 主 能够赐福气给我们 让我们 能够有意外的平安 所谓意外的平安 是本来是不平安的 但是我们投靠主 主在我们本来不平安 有事的状况之下 却让我们 没事 或者是让我们 小事 主要更是给我们 是他所说的 内心真正的平安 就是即使有事 神教育他的子民 或者我们在这个 苦难的世代里面 我们要碰到一些事 这是无可避免 但是即使我们碰到了 这些圣经说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因此我们依靠主 主 让我们有信心 主赐福气给我们 主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气 是什么 就说 我去了 但是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你们不要忧愁 不要胆怯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这就是 即使有事 但是 第一 主让我们化险为一 第二 即使主真的让我们碰到有事了 但是因为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 我们相信一切都有主的美意 我们相信在这当中 我们要学到很多 我们相信在这当中 主一定是在照顾我们 但是我们只是经过一些波折 我们对主有信心 所以仍然是平安的 仍然是没有忧愁 今天的事情 今天去面对 明天 自有明天的主的保佑 这就是我们彼此要这样子 祈求 给彼此这样子祝福 这是主所喜悦的 第二 我再引用一段 大卫的诗 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五篇 诗篇六十五篇的十一节 诗篇六十五篇的十一节 诗篇的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都叫做赞美诗 这些诗是可以唱的 而且这些诗 都是在赞美神 所以这些诗在描述的 就是对神的赞美 以及描述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来看十一节 我们在年底或年初的时候 常常读这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 是很好祝福的话 彼此要这样子祝福 我们也祈求主 真的赏识这样的福气给我们 但是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常常只看到它表面的意思 诗篇是诗 诗有时候会用一些比喻 用一些其他的现象 来引导人去思考 或者更深入的去想象 从这当中去得到收获 而且那种感受更深 所以诗有时候 包括我们的圣经的诗也是一样 有的诗有韵律 有的诗有限制 就是说我们有几篇诗呢 是它是如果用英文来讲 ABCDEFG 它每一字的开始 就是按照这个顺序 第一句是A的话 第二句就是要B开始 第三句就是要C开始 但是我们读的是中文 中文的话一翻译 主要是翻译出它的那个意思 那些韵律 那些对仗 那些有一些隐喻呢 有时候就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 我们来练一次 大家一起来练 十一节 用国语开始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自由 滴在旷野的草场 小山以欢乐树腰 草场以羊群为衣 谷中也长满了五谷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这一段经文呢 大卫在这一个赞美神的最后 他这里讲的你 这里讲的你是神 不是讲那个 对人家讲话那个你 我不是 这个你就是神 他说 所以我这边呢 这个你 特别用 这个代表神的那一个你 他在这一首诗里头 是祝福 神的恩典 能够丰盛圆满 而且他的祝福 我们如果看这个诗的表面 好像都是物质的 只是在做这个物质的祝福 其实在这个诗篇里头 他从物质的祝福 赏赐物质的丰盛 是在隐喻 不只是物质 包括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内在 神都要赏赐给我们 他说 神以恩典为连岁的冠冕 有时候诗你直接翻译 就有一点嗷口 但是他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记者 冠冕是戴在头上 冠冕是一个荣耀戴在头上的冠冕 他说神要赐给 祝福对方 神所赐给你的恩典 随着连岁的增加 越来越多 而且是加添在你的头上 是可以看见的 是可以看见那个荣耀 是可以看见神所赐的 这些恩典的美妙 这些恩典的光荣 这些恩典的这个 有帮助 他说 你的路径 多低下 自由 就是说 神为我们所铺排的 这些 我们所走过的路 在未来的一年 我们所做的路 都有神的自由 撒在这个路径上 这是一个比喻 就他们 以色列人 自由是他们 代表他们 非常丰盛 油 就是油 就是 自由 就是代表非常丰盛 就是说 在你所走过的这个路上 神给我们的是丰盛的 他说 这些自由要滴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 旷野的草场 是一片草场 就以那个迦兰地 那个草场是做什么 草场是要牧养的 虽然他讲这是 汁油 草不一定要用油 草不一定要用油 草用油 它不一定就 长得更肥大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湿 他们用汁油 撒在这个旷野的草场上 满山 遍野 然后都是那些丰盛的 绿油油 翠绿的 这个草场 因此 就说在这里呢 就充满了欢乐 因为充满了欣喜 因为这一切的赏识是从天而来 这一切的赏识是神特别的安排 他说草场 以羊群为一 草场 一片的草场 绿油油的一片 那是羊最喜欢吃的草的一个草场 他说 以白色的绵羊为一 也就是说这个草场 好像穿上了一层 这个 这个 毛茸茸的毛衣 在这个当中呢 在移动 这个诗 唯一就是 意思就是 非常的丰盛 满山片野 都是那些 健壮的 活泼的 吃得饱的 羊 山谷中 也长了 长满了五骨 山谷不一定有五骨 even是山谷都长满了五骨 很重要说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这一切 所代表的就是神的这样的一个诗语 这个诗语 赐下的这个福气呢 都要让大家来欢呼歌唱 表面 讲的是这些物质的丰盛 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 他要描述的 有他更深一层的 是我们丰盛的生命 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在新的一年 我们求主 我们彼此这样的祝福 让我们的生命一直在成长 是正向的成长 在这个生命的成长当中 有神的带领 有神的自由 有神为我们所铺下的路 那当然我们自己要努力了 但是我们努力 不一定有成就 不一定有结果 我们只有靠神 只有神的祝福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生命更丰盛 耶稣来说 我要让你们的生命更丰盛 就生命越来对神的了解越深入 对主的依靠越坚定 对世事的处理越清楚 对未来的盼望 越发的活泼 这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追求 而且重要的 这一切都要欢呼歌唱 我们应该要追求 我们的彼此祝福 大家都有一颗欢喜的心灵 而不是忧伤的心灵 第三 我们再来读一段诗篇 我们看 诗篇九十一篇 诗篇九十一篇 当这一次 从去年年初开始的 新冠肺炎的疫情以来 我们常常读这一段经文 因为这一段经文描述了 主的子民 在瘟疫 暗夜的瘟疫 黑夜的 黑夜型的瘟疫当中 我们可以有的表现 以及神 会对我们的照顾 那 这个九十一篇呢 是一个 朝圣的诗 是一个 朝圣的诗 那朝圣的诗呢是 就是说 那个以色列人 他们呢 每年有三个节旗呢 从他们 各地呢 要到 到圣城 耶路撒冷 到圣殿来敬拜 所谓的他们呢 要走很远的路 大家 收救 那现在 的贵贱 我们今天过春节 过节的时候 大家很高兴 然后就要走很远的路 不是现在我们这么方便 然后到 到那个圣殿 这边去拜神 他们 每年 都是 需要 这样子来敬拜的 所以当呢 这个 朝圣的人 一队一队上来 这个 走向台阶 要进入 圣殿 或者是要进入 这个 这个圣城的时候 有那个诗班 就唱这样的诗 诗班呢 站在那个台阶的上面 对着那些 要朝圣的人 唱诗 给他们鼓励 因为他们也走得很累 或者是呢 这个 宋战神 跟他们一起 赞美主 那 而且呢 也 对他们呢 在这个一路上 神的这一个 这个 照顾 感恩 这个是朝圣的诗 这个朝圣 九十一篇很特别的 刚好 就提到了 这个 碰到 即使有瘟疫 他是对着这些朝圣的人讲 即使有瘟疫 碰到这些 别人 都 他说万人 千人万人 扑倒在 旁边 但是 主 我们要 在主的硬批之下 昨天 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来参加这个 我们厨绪的 这个 特别聚会 那我们蔡长老 他就是讲这一段 就讲这一个 住在 全人 折的印下 就说 要 这个是我们今天 要彼此这样的 祝福的 特别是在 今年非常特别 台湾 主特别的 保守 虽然 我们 还是 这个 很谨慎 有点紧张 但是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主特别保守我们 不是我们 我们能够怎么样 全世界 最优秀的 国家 这个 最 有最好的 医学的 地区 然后呢 你说 各方面的 政府的 施政的人力 很好的地方 瘟疫 不是 一般的状况 就防得住的 如果不是 主的保守 今天我们 可以在这里 还举行 春节特别聚会 是很奢侈的事情 我们感谢主 但是 敬意的人 要感染 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 一个状况 而且看来呢 虽然现在 疫苗 出来了 但是 情况会怎么样 可能还需要 一些时间 如果不是 神止息的话 人是无法 应付 这样的一个 场面的 所以今年 我们要特别的 彼此这样的 祝福 也向神 这样的 祈求 祈愿 我们 在今年 新的疫情 能够平息 不只是 疫情 平息 为什么有 这样的一个 疫情 这是一个 警告 在这个 黑暗的世代 我们更要 祈求 也祈愿 救恩 能够 施以众人 主的救恩 本来就是要给 普天下的人 也许借着 这样的机会 各方面 生活的改变 然后呢 看到了 这些 疫情的发展 人内心 人的无助 神能够 给予世人的 召唤 这就是 我们的责任 所以 上个礼拜 六 我们台北 北区 五十九间 教会 加祈祷手 我们 同一个时间 大家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我们 要开始来推动一个 宣慕行动工程 也就是用 祷告跟行动 就是说 宣道跟牧养 是要行动的 不是只有 道理清楚 不是 有很多的知识 是要去做的 而且重点是 全民 就是每一个人 都有责任 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你可以参与 祷告 你可以参与 我们教会所举办的 很多 有关于宣道跟牧养的 这些 这个 事工 你可以 个人 为主做见证 做一个勇敢的见证人 做一个勇敢的介绍人 这些呢 都是 救恩 就是救人灵魂 灵魂的恩典 我们可以做 我们的责任 我们去做了 我们要彼此这样的祝福 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 让我们有这样的人力 让我们能够持续的 在疫情之后 我们能够 对主 有所感恩 也尽到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要彼此祝福 新的一年 疫情平息 最后 我想 要祝福 也希望大家彼此这样的祝福 而这样的祝福呢 是我们自己 也要有这样的理智 也就是祝福 我们新的一年 我们弟兄姐妹 能够侍奉主越久 越感到甘甜 侍奉主越久 越感到甘甜 小弟认为呢 这是我们信主的人 要彼此这样的祝福 要彼此这样的追求 其实我们信主都很久了 我现在看下去的 这个信主不久的 数量不多 都是信主很久的 有的是生下来就信主了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要追求的是 我们侍奉主 所谓侍奉是 敬拜加服侍 敬拜加服侍 叫做侍奉 什么叫服侍 服侍就是为了主的缘故 坐在主 坐在教会 坐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的事情叫做服侍 所以我们也 我们会服侍主 我们也会服侍教会 我们也会服侍人 都是服侍 但是圣经讲 侍奉 讲的就是 敬拜 就是对神 对神讲侍奉 对人不讲侍奉 对神就是侍奉 因为对神 不只是 我们为什么服侍他 为什么做事工 来服侍他 是因为我们敬拜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因为敬拜他 而服侍他 我们因为尊他为大 而服侍他 所以圣经讲 是否 我们希望 我们新的一年 因为 年就是年岁 一年一年过去 一年一年 连岁增长 不要只有连岁增长 是应该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我们是一年一年 对圣经的知识 更丰富 过吗 这当然是要祈求的 但是是不够的 是应该 或许 因为主对每一个人 都不一样 不是每一个人 都需要对圣经的 我们对神的了解 要认识清楚 但是对圣经里头 还有很多的细节 或许我们 并不是 并不是 那么的 深入 一年一年 那么神 神对每一个人不一样 但是有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 是大家都可以追求的 有一件事情 是大家都可以 彼此祝福的 就是你跟神的关系 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越来越亲密 越侍奉他 越感到高兴 越侍奉他 越感到甘甜 英文叫sweet 就是越侍奉他 就越甜蜜 我觉得这个是 那为什么用这个句子 叫越侍奉越甘甜 是我们有一首赞美诗 这首赞美诗 就是 越侍奉越甘甜 但是可惜呢 这一首赞美诗 那个 只有我们英文的诗歌有 我们的英文 英文的诗歌的 497首 497首 就是 越侍奉越甘甜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翻译也翻得很好 为什么我们的赞美诗几首 469首 我们的中文赞美诗 469首 日文的赞美诗也469首 韩 英文的赞美诗 525首 525首 当中差了28首 那一天 那个 林弟兄 还 也问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要一样 因为版权的问题 因为版权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 这个赞美诗 469首 全部没有版权的问题 现在很注重智慧 财产权 所以呢 别人做的 不是随便可以拿来唱 所以呢 我们这469首都选过了 都没有著作权的问题 因为 著作权呢 是 这个 就是人死后50年 就创作者死后50年 他的著作权就消失 那 所以我们就选了469首 但是还有很多好的诗 美国 原来在唱的诗里面呢 后来又选一选 就是有28 有28首呢 是他们已经在美国得到版权了 当时我们也希望 全部都用522首 但是 著作权很复杂的 不是只有美国有版权 亚洲没有版权 就是说如果我们台湾要唱 要缴一次版权 中国大陆要唱 要缴一次版权 韩国要唱 要缴一次版权 日本要唱 缴一次版权 东南也要唱 缴一次版权 所以那时候联合总统就说 好 那我们呢 就美国就继续用525首 但是呢 除了欧美地区英文版本的 我们缴了版权以外呢 其他呢 我们就先469首 等以后 以后下一次我们还会再改版啊 在改版的时候 可能这28首就都可以拿进来了 所以呢 这个497首呢 我们的诗班也唱过好几次 本来我有准备诗班唱的 本来希望我们诗班今天就来唱 越释放越甘甜 后来呢 因为我们诗班都停止练唱了 但是这一首诗说 侍奉他越久越感到甘甜 他释下各样的需要 他是丰盛恩典 我爱他越深刻 祝福就越加添 我侍奉他越久 就越感到甘甜 小弟认为了 这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也彼此祝福每一个人 我们大家都在侍奉主 特别是有很多事工 有很多弟兄姐妹 投入很多的这个时间 但是我们投入时间 投入我们的恩赐 我们用感谢的心 来为主做事工的时候 我们要追求的 不一定说这个事工 一定要马上做得多好 但是如果我们做事工 不感到甘甜 那一定有错 一定something wrong 一定某些地方有错 不是人的错就是事的错 不是你的错就是我的错 侍奉主是应该要 越来越亲密 越来越甘甜 做了会翻识的才对 如果侍奉主做了以后 感觉很辛苦 那就是要条件 要调整 要追求 要祷告 彼此之间要互相勉励 所以我们要祝福 彼此祝福 我们侍奉主是越侍奉 这个越甘甜 所以这一首诗 这是他全部的诗 因为现在还有著作权 因为这一个比尔盖色 这个作者 他们是一个 做了很多的这个 诗歌 他自己组了家庭的这个乐团 到处我在美国 他是美国人 到处这个巡回演唱 给很多人得到造就 那我们等 我想其实中文班的诗歌本呢 等制作权的问题解决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唱这一首诗 我们现在的诗班就可以唱了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越侍奉越甘甜 我们常常做事工的时候 因为事工是要发时间 然后呢 事工有不同的意见 有不同的意见 事工呢 有的人做得快 有人做得慢 但是事工又要搭配 所以这个搭配当中呢 就难免了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会抱怨 有时候会埋怨 有时候会觉得痛苦 但是我们回到跟神 这个时候我们回到 我是跟神的 我为什么要问我们自己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 我要做的时候 我跟神之间是觉得甜蜜的 那就对了 那就对 神就跟我们同工 那我们如果看圣经 为什么有些人 越侍奉越甘甜 有些人 侍奉会拔斗 侍奉会口角 侍奉彼此会埋怨 都有原因 但是不外乎 我特别举三个人 就是因为有爱 马大马利亚 他们三个姐弟 侍奉主 圣经说 耶稣爱他们 他们也爱耶稣 即使马利亚被耶稣骂 有一次 马利亚 因为做到干扰 就抱怨 被耶稣骂 但是骂归骂 骂他就改过 下一次耶稣 又到他们村子的时候 圣经说 马大 马大 又来侍奉耶稣 服侍耶稣 因为他们有爱 第二个是有望 就是我们对神有盼望 我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对神的盼望 保罗说 因为我重心 所以神派我不是他 为什么他有重心 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 对人是造就的 是对人的生命的利益的 而且主已经在 他那个地方 为他准备了 他应该要去领的奖赏 一定有信 一定有信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有信心 是对主有信心 像亚伯拉罕 所以我们侍奉的时候 要欢喜 我们侍奉的时候 要甘心乐意 我们侍奉的时候 要平衡 什么叫做平衡 就是教会的事工 不要落在两三个人 四五个人的身上 就是说他会做 就一直给他 一直给他 一直给他 一直填到他动不了为止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接受人也是一样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让我来做最好 人都有他的极限的 我们为什么要全民宣慕 就每一个人分担一点 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 因为他工作太多 结果他受不了了 甚至他不要做了 谁的责任 是我们这些 平常没有分担工作的责任 如果我们能够分担一点 所以这些呢 就是说我们侍奉要平衡 有的人 就是说侍奉工作很好 服侍教会的工作很好 但是他失掉平衡的 他就只专注 本来专注是好的 但是他忽略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做教会的事情 结果把家庭 他本来应该做的事情都不做 或者是呢 忽略了 没有去把他自己的儿女 他应该要付出的 这些都重要了 这些都是事工 不能够失掉平衡 所以我们要追求 彼此祝福 我们越侍奉 越甘甜 所以我们现在 要祷告 我们新村的祝福 我刚刚说 祝福就是祈愿 对方能够得到神的门福 所以现在是不是 我们大家一起起立 由小弟来带领 我们一起在这个新村的时刻 来向神祷告 我们悟性祷告 来祈愿 神能够赐福 给我们众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起立 大家同心莫祷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的公义托住万有 你的慈爱 施以万众 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 在这春天 即将来临的新村 万象更新 又是一年的开始 主啊 感谢你 在过去一年 对我们特别的健顾 在全世界 现在瘟疫恐慌中 你把我们安置在高处 保守我们平安 谢谢你 主耶稣 今天新村正月一日 弟兄姐妹们 在这里聚会 以前进的心 敬拜你 感谢你的庇护和引领 我们也要彼此勉励 立志 建立在主你的道路上 更要互相祝福 祈求 你在新的一年 赐福给我们 你的恩典 将成为我们 连税的冠冕 主啊 求你容我 为众弟兄姐妹们代打 祝福他们 蒙你赏赐满满的恩福 愿主赐福我们 新的一年 平安喜乐 在顺境中满是你 低下的自由 在逆境中 用意外的平安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用活泼的盼望 保守我们 不忧不惧的平安 愿主赐福我们 新的一年 有丰盛的生命 身心灵 多有正向的成长 因你丰富的供应 在我们的路径上 满是你低下的自由 因你圣灵的带领 让每个人的生命 满有你的芬芳 愿主赐福 新的一年 疫情平息 救恩 更快速的传扬 求你连续 这世代的罪恶 也坚定我们的信心 得你所用 参与宣慕行动工程 传扬你救人灵魂的福音 愿主赐福 你是爱你的每一位儿女 在你的 在新的一年 敬拜 服侍你 多有越侍奉 越甘甜的喜悦 使我们福悲满意 在地 如在天 主啊 这是我们软弱的祈求 你的慈爱 遮盖了我们的不配 蒙你赐福 是何等荣耀与幸福 我们感谢你 愿一切荣耀 尊贵 多归给你的圣名 直到永远 哈利路亚 我们众人 多同声说 阿们 阿们 请坐 感谢主 在新春大家洗礼的日子 我们祈愿神赐福给大家 在新的一年 大家平安喜乐 生命丰盛 疫情平息 越侍奉越堪甜 我们一起唱诗 消灭 直到 相亏 谢谢观看